這段影片簡單介紹一下iOS 8相機的新功能 開啟相機後會發現上方多了一個自拍圖示 點擊可以選擇3秒或是10秒自動拍攝 可以選擇3秒 然後按下快門後會倒數計時 自動拍攝 這適合拍困體照或是自拍的時候反手按相機 另外現在按住螢幕不放 可以即時調整曝光值 另外iOS 8相機還多了一個縮時攝影的功能 就是用比較低的格數來拍攝影片 能產生快動作影片的效果 我們來看一下 拍攝的那個成果